欢迎回到好宅敲敲门 但你来看到台北市有联动老公寓要为老重建 但居然是直接以楼梯墙为基准 对半切 公寓就这样被一分为二了 那剩下半边的地主就控诉 拆屋过程没有通知 可是市府说这是合法的 民众遇到这样的地产纠纷该怎么自保 来看我们的报道 外墙电线通通裸露在外面 这栋公寓非常奇怪 看起来只有被拆一半 因为一半已经变成新的接待中心 这一栋未在无心街的公寓 另外一半还留存在这边 因为为老改建一分为二 贴肩切开公寓被拆分成两半 进到公寓里头 看得出原本的左右两侧都有住家 甚至左边住户住家大门 圈连都还在 居心因为为老改建 家里面早已被拆掉 大门口也已经被填补起来 这个原本是 就是对面邻居的一个大门 然后他们从邻居的大门 这边将直接切掉之后呢 里面就是本来是空的 超过四十年的联动公寓 开发商找上门谈重建 右侧住户对于合约内容有疑虑 竟然就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 被排除在重建基地外 在房间里面天涯地洞晃得很厉害 我们都感到很恐惧 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因为当时人都还在家 就有怪手突然拆起 供佑楼梯间的另一边左侧的房子 让他们身心俱疲 因为他们施工拆房子 所以这边的墙面都有裂开来 然后这边也裂了 这样子一路裂裂裂裂到厕所那里面去 完全没有告知 就是挖土区直接开过来 工人直接过来就开始拆了 当下非常的错愕啊 也非常的恐惧啊 因为恐惧我们这半边的房子 会不会因为拆除而造成损害啊 也因为同床同洞 住家地下空间跟被拆除互联通 拆除过程还有水管被挖破 导致半夜突然淹水全洞跳垫 台地人员漏夜抢修才解决 这一切让他们非常恐慌 就怕房子突然倒塌 我们完全没有签到任何同意 他们这样子拆除的同意书 监管处说一切合法 但是我不知道监管处 到底是用哪一条法律 来这样子拆人民的老百姓的房子 不用另外搬东的同意 所以我们就跟监管处申请了 我们要调阅他们的档案 建造拆造的档案 但是监管处不断地不让我们申起 否准我们的申请 所以我们也去法务局宿院了 那我们宿院成功了 不过台北市建管处也有回应 一切合法因为二零一四年 内建部为了解决老旧公寓都根石 难以取得全部地主同意 才授权各地方政府可以本于全责 定定相规处理方式 那民众想问到底要怎么自保 这些土木技师 结构技师 一些鉴定的协助 如果拆除那一半 是否我的建筑物仍然安全无疑 那最好自己也去找鉴定 因为我们毕竟可以想像嘛 如果是由建设公司委任的土木技师 或结构技师 他的这个鉴定报告结果 某个程度上或许会比较有利于 这个建设公司嘛 所以你自己要找你自己的鉴定单位 去做一个鉴定跟评务报告 现在唯一的人做就请求赔偿了问题 你也没有办法回复说再把房子盖回来 回到当时的样子已经不可能 他就已经拆掉那一半 我还在双向坡上面 你这样子这样子挖 你看我在斜坡上面 这样子斜坡来 这样子斜过来 你这样弄下去 我房子我房子怎么不会斜 一定会斜的嘛 连防护措施都没有 就直接给你硬上的你知道吗 现在说起来还是有气 另外像是胡小姐一家 五年前因为邻居房屋拆迁 指控新北市公务局 没有把房屋结构调查清楚 就合法拆除跟建筑执照 结果邻居房子一拆 就影响到自家房屋结构 你好 师傅 你好 当时厕所烟尘池塘 高度超过40公分溢出来的 全是脏水 施工辖刺谁该负责 一气之下告上法院 是要先做好防护措施 才能够拆房子 而且在拆房子之前 你必须是要把五大管线 你要先挪走 我家隔壁就没有挪走 直接被挖下去的时候 不用到一米 我家的电力就全部断了 最高法院认为 发照有疏失 判他胜诉 有了法院认证 他居家要提国赔 对此公务局表示 将会尊重司法调查 因为邻居的拆除装设 或者是要修补 导致我这栋原本的建筑物 产生了瑕疵 产生了损害 产生我的所有权破损 所以我需要修补的费用 我需要损害赔偿填补的费用 那这些我都是要来跟隔壁 这个拆除房子的人 来做一个请求 地产纠纷 曾言出不穷 提醒民众如果真的发生 零损争议 多多录影 鉴定报告不可少 才能自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